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来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4月8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暴雷 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 最近啊,金融4月份啊 肉眼可见的,就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发现这个楼市所谓的回暖 所谓的小原村已经退潮了 就是很多人已经不提了 大家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互联网去看一看 哪怕是房地产中介 房地产公司现在都已经慢慢的 在不了小原村以及回暖 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底气啊 三年疫情确实压抑了一批刚需房 还有改善性的 还有一些为了孩子善学等等吧 就这些刚需的购房需求 在三年疫情被压抑了 那么这个疫情一翻开之后啊 这种刚性需求被释放出来 所以造成了一个新房啊 这个销售略有回升 二手房呢,很多地方都涨了一倍 这个交易量啊 有的地方也50%、80%的 实际上那个很多都是倒带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这个量升了 但是价格都没涨 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新房价格就没有涨 二手房价格还跌了 那现在我今天看到啊 北京市二手房突破11万套 就是二手房的挂牌量 都是在逐步增加啊 这个就能说明问题啊 大家都把房子挂出去要卖啊 都是一副洗手不干 夺路而逃的这么一个架势 这些房产中介啊 这些房地产从业人员 这些房地产公司啊 营造出来的这个小烟村 以及回暖 实际上是给这些炒房的 二手房东等等啊 出货 高位出货啊 创造了一些机会 我们看几个新闻啊 今天啊 有一个头部房企 发了一个研究报告 它的报告的核心意思啊 就是说中国的一线城市 和三四线城市 正在九一分化 这个九一分化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综合实力 排名前十的城市 占掉了全国 百分之六十的房地产市场 而且这个比例 仍在不断提升 说俗一点啊 就是说 这个房地产的资金啊 这购房需求 房地产的交易等等 在向头部城市集中 剩余百分之九十的地级市 占了中国百分之六十的经济 百分之七十的人口 但房地产市场规模 只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这一点呢 在土地交易市场 也有明确的反应 2019年一线城市住宅用地交易额 只占百成总额的百分之十二 到了2022年 剧增为百分之二十二 三四线城市占比 则在不断下降 这就是我一直说的 如果把北京上海的 限购政策取消 那么这个房地产 肯定会更热闹 交易量会更大 然后这个房价啊 肯定会涨 就是全国平均房价会涨 但是如果你仔细 把它分开看呢 就是北京上海的房价会涨 其他的城市房价会低 尤其是三四线城市 就要鹤岗化 大量的人会把三四线 甚至二线 什么省会城市的房子卖掉 跑到北京上海的买房 就像韩国一样呢 韩国的十二地区 聚集了韩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几 就是五分之一的韩国人 住在十二地区 中国这么大 如果大家都往北京上海跑 那其他地方 那个房价 最后就会跌成像鹤岗一样 既租不出去 又卖不出去 一个房子如果你租不出去 那就是纯粹的负资产 因为你还交物业费啊 管理费啊 那以后如果要收房地产税 那就更麻烦 所以你只能低价把它卖掉 只要能卖得出去 你就会卖 然后把这个钱呢 干什么呢 到北京上海买房 所以就会造成 北京上海就像抽水基因的 抽全国的这个资金 那这就是为什么 北京上海他不敢放开 我们再看看数据啊 1到3月国内挖掘机销量为2.8万台 同比下降44% 接近腰斩 这个挖掘机销量 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啊 我在以前节目里面给大家介绍 这个咱们经济啊 一个叫挖掘机指数 这个挖掘机指数怎么来的呢 就是无论你是房地产还是基建 你最主要的这个工程机械就是挖掘机 当中国国内的挖掘机的销量增长的时候 那就说明国内的这个基建房地产就是在高速发展 那么就预示经济啊也在高速发展 如果挖掘机销量下滑 那就说明基建对挖掘机的需求下降啊 说明基建工程量在下降 说明房地产啊 大基建啊等等都不及预期啊 经济就在下去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1到3月挖掘机什么一个情况 1到3月共销售挖掘机5.7万台 同比下降25% 其中国内2.8万台 同比下降44% 出口2.8万台 同比增长13% 这就很多说明问题了 1到3月份国内的挖掘机下降44% 就是没有地方要用挖掘机啊 你再配合一下看看这个新房开工率啊 现在都在保交楼 这个没有地方在开发新楼盘 这个都是非常少的 所以造成对挖掘机的需求量下降 挖掘机也卖不出去了 3月单月销售各类挖掘机2.5万台 同比下降31% 其中国内1.4万台 同比下降48% 出口1.1万台 同比增长11% 什么意思呢 那就3月份挖掘机销量下降更明显 将近下降一半腰斩 这个挖掘机指数啊 已经说明问题了 溃一般而知全貌 一夜之秋 至少说明这个基建开工量是不足的 大幅下降 你说基建的开工量下降 这个就说明这个水泥黄沙钢筋 这个绝对会下降 钢铁业水泥建筑业好不起来 所以说防势回暖 这个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咱们不能自欺欺人呢 我们再看看外媒啊怎么报道的 它是怎么评价中国的房地产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啊 中国代售住宅严重供应过剩 多达三分之一卖不出去 恐阻碍房地产的复苏 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么写的啊 他说根据万德的数据 中国2022年所有新建住宅 约有三分之一未售出 是2015年以来最高比例 今年2月中国住宅竣工未售面积 为相当于约400万套住宅 这是竣工未售出的住宅 就是盖好了没有卖出去 还不是说保交楼的 什么烂尾楼那些 创下2017年以来最严重的供应过剩 房地产咨询机构克尔瑞计算结果 亦显示 中国2022年所有新建住宅中 约有三分之一未售出 是2015年以来最高比例 克尔瑞更估计上海需要7个月 消化库存的代售住宅 北京需要两年 知名三线城市北海 更需要长时间消化 还有三分之一的房子没卖出去 那你说大家急什么呢 慌什么呢 你指望这房子能猛然就展上去 我们的观点一直是 就是房价可能不能跌 你要跌的话会出现 系统性金融风险 当然咱们说的是全国平均房价 不是说某一个地方 有的地方它已经跌成狗了 也没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为什么呢 因为内部可以消化 这些风险可以转移 就是某一个地方 比如贺港已经跌成那样了 很多三四线城市 其实一直在跌 你比如黄金地区 这些房价很多已经腰斩了 也没见出什么系统性金融风险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还有其多大的城市 它房价没跌还在涨 交易量大的是这些 北京上海 广州 深圳 这些一线城市 是这些巨无霸 稳住了房市 所以咱们说的是平均价格 平均房价 你想让这跌很难 政府也不用 所以政府要拖房价 但是你说涨太难了 政府已经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政策 银行也出来了政策 忽悠韭菜去买 也没见房价涨起来 这个大家很清楚 你只要房价不涨 这个韭菜它就不着急 它就能坐得住 越坐得住 你不是房子越卖不出去吗 你房子越卖不出去 它越不可能涨 所以你看房价就这么僵持的 至于房价涨的时候 这韭菜就坐不住了 因为你买到就是赚到 你现在不买 明年买更贵 后年买呢 买不起了 所以大家就急着跑步前进 就要冲向房市 但是现在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 还有三分之一的房子都卖不出去 你说房价怎么涨 再加上韭菜没钱 对未来预期也不好 口袋里空空 所以说房市稍微回暖 稍有风吹草动 不是韭菜跑去买房 而是这些房东 以前炒房的 或者手上好几套房的 急着把房子挂出来卖 出现了大规模的抛售潮 很多二十万房东愿意打折 往处卖 趁现在各个城市 得楼市松绑 解除限购限售 所以赶紧出手 获利出清 你看深圳 深圳据说一到周末 这些深圳的业主 不是去维权 就是在维权的路上 这些深圳的业主 打出来的口号就是要退房 所以深圳是从三月起 这个维权退房潮是愈演愈烈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无论是央企国企民企都难以倖免于难 都会中招 这些业主跑到市楼处 跑到区政府 跑到这个广场上 就利用周六周日放假去维权 这个维权 咱们也说过很多回 当然有质量问题 对吧 有跟合同约定的不一致 但是根本原因是房价下行 房价跌了 房价跌了 大家就得从中找点问题 最好是把房子退给你开发商 开发商不退 不退那你就赔点钱 房价一涨 这些问题自然解决 这可以说明深圳部分楼盘 可能这两天降价降到一点厉害 加上深圳的房价总价高 你随便买一套房 六七百万 这还是小户型的 买个大户型 两千万没了 跌个百分之十 两百万没了 这个财富波动啊 太剧烈 再加上现在赚钱不容易啊 这个经济形势 大家都知道 现在是叫通缩啊 有很多经济学家 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是叫通缩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过去的十五个月里面 这个M2增长了四十万亿 这个三月份的数据 马上就要出来 三月份数据一出来 这个M2肯定已经突破四十万亿 但是经济依然是低迷 没有启动 滑向通缩 典型的特征是什么呢 说典型的特征就是老百姓 没有钱 这个咱们节目里面一直在介绍啊 你根据这个什么 招行的金奎花 对吧 他统计了数据 招行的 97%的人就召唤自己的客户啊 97%的人他的存款只有1.2万 你说你有十个银行 每个银行存一万吗 这种人非常少吧 一般的都是只有一两个银行 或者三个银行顶多了 从这个数据呢 看出老百姓没钱 就老百姓六个钱包都撇下去了 中国十四亿人 按照央行的统计啊 现在是七亿人负债 如果把小孩和老年人都剔除的话 那就相当于全民负债 中国家庭部门现在负债率 是什么水平呢 就整个家庭部门的总负债啊 占可支配收入比例 已经达到138% 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呢 就是我们跟美国比啊 就是美国家庭的债务率 大概是90% 我们已经比他多40% 40个点 那你这么多负债 你每年要付利息的 所以我们付的利息 占到我们可支配收入比例 已经达到15%了 就是你每年可支配的钱 有15%拿去还利息 让银行赚走了 而美国这个数据是多少呢 美国的这个数据只有7% 就是说美国的老百姓 比中国老百姓负担要轻得多 一半都到不了 正因为咱们很多钱 你看要交到银行 银行赚走了 所以咱们这个家庭部门的 这个支付能力 再加上高负债啊 所以受到明显的抑制 这样也就抑制的消费啊 你没钱了 今年1到2月份 中国家庭部门信贷总量 只有2900亿 这个咱们在节目里面介绍过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正常情况下啊 你比如2021年 一季度 家庭部门的信贷图放 应该是3万亿的水平 就是一个月1万亿 但是我们1月2月 一共只有2900亿 只有10% 所以我们要看 3月份的这个信贷数据 你根据1月2月份数据来看 这老百姓 他不仅不买房 而且还大量的提前还款 这个咱们都报道过 老百姓不买房 那么开发商为什么要买地呢 开发商不买地 那政府的土地财政 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怎么办 没钱 大家也知道 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它不关是发工资 它有很多这个民生部门 还有这个城市建设 绿化 公共设施 教育 都要偷钱 现在都没钱 总体上看就是老百姓没有钱 老百姓没有钱 导致政府 它也没钱 我们再看看 今天网上有人公布了一组数据 大家可以看这个表 这个是中国人口年龄构成 从一岁到五岁 7788万 6到10岁 是9024万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来 目前人口比较多的是 集中在31岁到60岁 这几个年龄段 基本上都是过亿的 更为突出的是100岁以上的 占11万 这个数字也不小 从这数字可以看出 中国这个老龄化 确实是越来越严重 随着中国这个新生人口 在减少 我看有媒体报道 很多地方这个幺儿园 已经开始裁撤了 很多民办幺儿园 他不赚钱 招不到学生 这幺儿园一裁撤 这个幺儿园的老师就失业 今天这个经济学家马观远 他发了一个微博 说什么呢 他说通胀可以悄悄拿走你的钱 但拿不走你的能力 在任何情况下 只要你具备对别人有用的能力 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赚到钱 先说通胀 刚才咱们说了要通缩 有很多经济学家担心 咱们是通缩 因为老百姓没钱 然后就不消费 房子不买 车子不买 但是一边我们也放了那么的钱 出去了 40多万亿 这个洪水出去了 最后你不知道它流到哪里 一旦控制不好 不就出现通胀吗 所以这些钱就不值钱了 好在咱们韭菜手上本来也没钱 你都没有钱 你就不用担心贬值 这个马观远的意思什么意思呢 就是通胀可以把你的钱带走 但是带不走你的能力 能力是你自身 所以没有办法剥夺的 然后你只要具备了能力 你不管它怎么通胀 你的有范质 你都能赚到钱 这个经济学家说的 他也没错 但是总感觉 他这个心灵鸡汤嘛 马观远给大家 包了一锅鸡汤 看上去好像在鼓励你的奋斗 但实际上它有多大作用呢 这个很难说 因为这个所谓的能力 也是因人而异 五个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 而且绝大部分人是普通人 虽然有一点点能力 但并不是人中龙凤 没有什么特别的特长 说不好听的 就是大部分人 就是普通的打工者 劳动者 能解决自己的风暴 但是闯不出什么大的名堂 真正出彩的人 真正说能赚钱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 那是凤毛麟角 是非常罕见的 从这个居民的存款就可以看出来 实际上这个社会啊 这个马太效应 非常明显 就是富人越来越容易赚钱 你说富人他有什么能力啊 未必啊 他就是因为他钱多 钱多就容易赚钱 因为钱本身就具有能力 有钱人掌握的资产多 他不需要自己的能力去赚钱 他是靠资产升值 靠钱去赚钱 所以你看这个钱总是向少数人集中 谁钱多 钱就向他集中 咱们普通人呢 你能掌握的就是自己的身体 就是一个血汗工厂 就是把自己榨干 因为绝大部分人 没有办法通过资产 通过说自己的财富 去赚钱 因为你的财富 毕竟有数啊 你的资产也是有限的 现在各种投资渠道 对这些 有那么一点点资产的人来说 非常不友好 就是你投下去 有可能赔钱 最后是被那些巨富的少数人收割 我想这个大家都理解 去年啊 2022年 整个公募基金亏损1.5万亿 这公募基金都是谁买的呢 就是所谓的 手上有俩钱的 什么去理财 买银行的理财 或者买基金 结果2022年基金赔了1.5万亿 有钱人呢 他不需要买基金 对吧 很多有钱人呢 他成立资产管理公司 他成立什么基金 他收管理费 你们交钱买基金 对吧 我来帮你管理 憨劳保收 两个点 100亿 一年就净赚两个亿 然后呢 支出这个100亿 赔到50亿 跟我也没关系啊 那是你们投资人呢 对吧 那是你机密买的 富人啊 动动手指 他钱就倒了他钱包 实际上这个就叫 马太效应嘛 就是钱向有钱人集中 有钱人越来越容易赚钱 所以马观元就说啊 怎么通胀 我们能力还是自己的 身体是我自己的 通胀剥夺不了我们的能力 只要你有能力 不管他怎么通胀 你都可以赚到钱 养活自己 所以说啊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赚到钱 这话没错 但是赚的是苦力钱 是自己的血汗钱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马农 对吧 35岁没人要了 然后他只能去 开滴滴啊 买辆比亚迪 开滴滴 或者去送外卖 这不都是能力吗 这不都能赚钱吗 跑得快一点 勤快一点 送外卖能赚 一万块钱一个月 开滴滴 好像也能赚一万 最后我们再看看 这个方产税啊 最近啊 这个房地产的专家 孟小苏啊 他不是名人吗 经常出来挨骂呀 今天又说话了啊 管理方产税 不收是不行的 不收方产税 对老百姓很不公平 我们看看这个 孟小苏是怎么说的啊 如果现在不挣方产税 反而是对老百姓不公平的 这个道理我后来一讲啊 很多原来 反对方产税的人 他们就理解了 现在不挣方产税 但城市建设资金和维护资金 也要从老百姓身上出 从哪出呢 就找了两批 不该收税的人 从他们身上收 第一批是农民 廉价称地高价卖 用差价形成了土地财政 支撑了城市建设 城市发展 你就把这一部分 老百姓给剥夺了 再一部分呢 就是高价地变成高价房 是谁买走了呢 是城市里最后买房那批人 这批人往往是年轻家庭 结果他们又多交了一笔钱 而原来那个房改老职工 他们早有房 他们就不需要交了 本来一个农民 一个城市里的年轻群体 这是应该政策照顾的群体 但在现行的制度下 确实把城市建设和维护费用 主要由他们来出 这明显的是不公平 那么只有征收房产税 让城市里有那么一笔钱 从房屋持有上能够征收这笔钱 才能够逐渐减轻 对这两部分人的压力 这个土地财政要慢慢的 要退出舞台 这孟小宗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你看土地流转就是这样的嘛 就是从农民手上低价 农民的宅基地五万 被政府拿走了 然后你变成住宅用地 变成五百万 这中间这个深植啊 跟农民没关系 然后你把它开着发成房子 又卖给年轻人了 这个韭菜啊 最高位去借盘的 借盘侠嘛 然后你财政要用钱 这个市政 公共设施等等 要钱 最后又跟他们说 他认为不公平 我不知道孟小宗这次啊 他说了 不征房产税 得老百姓不公平 我不知道他这回要不要挨骂 他每次说什么观点 网上都是一片骂声 我认为啊 这个阻碍房地产税 落地的这个阻力啊 不是房地产税本身 而是在别的地方 上次有专家说 房地产税是地方税种 你比如说安徽收安徽的 海南收海南的 北京收北京的 现在就有个问题来了 因为你是地方税种嘛 那你肯定房地产税啊 他有免责部分 你不能所有的房子都收税啊 那你全民收交税 按照胡一静老师说法 全民交税 那就是全民都没交税 对吧 是全民发钱 那就是相当没发钱嘛 他肯定有免责的部分 有人说一套房免责 有人说啊 100平民以内免责 不管 总之你有免责的部分 那现在问题来了 你是地方税啊 那我在北京一套房 我在海南一套房 我在上海一套房 我在深圳一套房 反正每个地方都是一套房 实际上我有十套房 但是每个地方只有一套 你怎么收税 你不是地方税种吗 所以说这个房地产税啊 无论是从法律上面 从那个土地的属性 从房子的属性 以及这个分税制 地方税等等 这里面非常复杂 不是那么一句话的事 要么就没有免责 就全部收 如果是地方税种 然后又是有免责部分 那就逼着大家 把在一个城市买的几套房 全部卖掉 只留一套 然后跑到别的城市买 从当前形势来看啊 这个房地产税啊 似乎要加快出台 因为地方没钱呢 但实际上呢 它也落不了底 阻力太大 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 随着这个房地产税啊 大家讨论越来越多 实际上对房地产市场 有这个抑制作用 地方政府 旧市啊 花了那么大力气 9025之力 结果就被房地产税啊 很巧妙的化解掉了 让这个旧市啊 这些政策 全部打了水漂 好 这期节目啊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